诶 悟光 已经打板了 可以过堂了呀 你怎么还不去呀 平常吃饭时间一到 你就跑第一个 有时候听大辽师兄说 还没打板 就看你在那里晃来晃去的 好 师父 等一下我就过去 我这边先整理好 诶 师父 叫我们吃饭 为什么要叫打板呢 可以用喊的啊 或是用广播的啊 或是直接用大声弓啊 就像师姐用大声弓 请那些义工师兄姐 到前面广场集合一样啊 我们寺里这么大 你要叫大辽职班的师兄 叫破喉咙啊 其实用大声弓叫喊 比较吵 比较不好 不过没关系 那是因为师姐方便请人家来集合 可是悟光 你知不知道什么是打板 而且这个打板 可不是随便乱打的哦 是啊 不就是随便拿一个板子来敲就好 而且还可以拿木板 铁板 铁板来敲哦 也是龙天护法的耳目 方便吊卦 方便吊卦 而下面也会用绳子绑成一束 方便打板的师兄 可以拉住绳子 固定板子来敲打木板 所以这个打板就是用来报时间的吗 可以这么说 因为打板一方面是报时 一方面也有提醒的作用 有的时候 出家人会因为用功精进研究经典 而忘了时间 所以就是用打板的方式来提醒 像是晚上睡觉时间 和早上的起床时间 轮值的师兄就会打板 还有啊 像我们在缠坐也会打板 还有就像现在 就是用打板告诉我们可以过堂了呀 哇 感觉好像蛮好玩的哎 那我也要去打板 叫大家睡觉和起床 你要去打板叫大家起床 你爬得起来吗 我看啊 你还是直接去打板 通知大家可以过堂了 还比较快呢 好哟 师父别这样嘛 现在就是已经打板 通知大家可以过堂了 嗯 那师父 我肚子好饿哦 我们去吃饭吧 好好 走 走 这一路去是 那一路去